贸易战不停火!中共权力祸现动荡! 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国官方一方面动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文挑衅,称川普是21世纪街头霸王,中方绝不会接受讹诈,一方面则透过其他陆媒同步发出相关报道,吹捧中国经济前景平稳看好。 有资深媒体人指出,贸易战的持续,会给中国带来六大风险。 也有专家直言,贸易战不停,北京内政或发生权力动荡。贸易战持续!中国面临六大风险。 从7月10日美国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到8月1日,美方宣布考虑将关税税率提高至25%。 北京方面在经历了24天的沉寂后,终于在8月3日宣布,将对美国推出规模600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 关税按照25%,20%,10%,54%不同的税率加征关税。 不过,8月4日,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写道,关税的作用,比语气好得多,中国经济表现远不如美国。 过去4个月,中国股市下挫27%,他们正在和我们商谈。 中国日报社论反驳,称川普认为的中国经济表现不佳,美国正在赢得贸易战,这是他一厢情愿。 但金融时报报道,中国股市周五丧失全球第二大市场的位置,让位于日本。 自今年1月以来,中国股市蒸发2.29万亿美元市值,8个月内下跌27%。 这个下跌反映出投资者对对中国债务扩张和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 文中称,最显而易见的就是人民币与资产贬值,资金外逃,其次是物价上涨,民众生活压力大。 三市运营成本增加,销售下滑,企业外疑惑关闭。 四市失业增加,消费疲软,经济下滑,五市房贷难偿还房市泡沫恐破裂。 六市加重债务风暴金融体系陷危机。 追根究底,这六大风险与贸易战的起因,都与中共的当国资本主义,政治操控经济有关。 文章指出,中共不允许人民拥有自由市场,采取计划经济,结果一败涂地。 后来为维持政权,中共不分开放市场,对外号称市场经济,但背后却仍对市场上下洗手,经常进行不公平,不道德的干预。 目的是利用庞大的中国劳动力与市场为手段,达成中共想要的政策目标,从中攫取经济利益与繁荣表象,维持中共权贵阶层的垄断统治。 如今,川普要求中共放弃过去种种不道德手段,回归公平的经贸交易。 如果中共坚不放弃,可能将付出更高昂的代价,甚至最终触发政权危机。 事实上,美国财经媒体CNBC报道,伦敦顾问公司TS Lombard在研究报告也指出,中美两国的贸易战并非北京最大顾虑,北京方面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内政问题。 标,签,贸,贸易战北京内政中国风险习近平 官媒吹胖中国经济前景平稳看好,图片来源,Gaddy Image。 看中国2018年8月8日讯,看中国记者李子曦综合报道,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国官方一方面动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文挑衅,称川普是21世纪街头霸王,中方绝不会接受讹诈,一方面则透过其他陆媒同步发出相关报道,吹捧中国经济前景平稳看好。 有资深媒体人指出,贸易战的持续,会给中国带来六大风险。 也有专家直言,贸易战不停,北京内政或发生权力动荡。 贸易战持续。 中国面临六大风险。 从7月10日美国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到8月1日,美方宣布考虑将关税税率提高至25%,北京方面在经历了24天的沉寂后,终于在8月3日宣布,将对美国推出规模600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 关税按照25%,20%,10%,54%不同的税率加征关税。 不过,8月4日,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写道,关税的作用,比语气好得多,中国经济表现远不如美国。 过去四个月,中国股市下挫27%,他们正在和我们商谈。 Donald J. Trump Atrell Donald Trump Tariffs are working far better than anyone ever anticipated. Challner market has dropped 27%. In last four months,and they are talking to us,our market is stronger than ever,and will pull up dramatically when these horrible trade deals are successfully renegotiated. 美国 FIRST 上午2点47分 2018年8月5日 8点47万 3万 人正在谈论此话题 Twitter广告资讯于隐私 中国日报社论反驳,称川普认为的中国经济表现不佳,美国正在赢得贸易战,这是他一厢情愿。 但金融时报报道,中国股市周五丧失全球第二大市场的位置,让位于日本。 自今年1月以来,中国股市蒸发2.29万亿美元市值,8个月内下跌27%,这个下跌反映出投资者对对中国债务扩张和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 中美贸易战交锋人民币点值,图片来源,Daddy Image。 国际事务自身编辑唐浩撰文分析,近日中国官媒对外言论高调强硬,对内吹胖造势,或与中共正举行的北戴河会议有关。 不过,倘若中共执意与美国僵持对立,贸易交火时间一再拉长,则很可能引爆中国六大风险,损害十多亿中国人民的生活与权益。 文中称,最显而易见的就是人民币与资产贬值,资金外逃,其次是物价上涨,民众生活压力大,三是运营成本增加,销售下滑,企业外疑获关闭,四是失业增加,消费疲软,经济下滑, 五是房带难偿还房市泡沫恐破裂,六是家众战务风暴金融体系陷危机。 中美贸易战交锋人民币典值,图片来人,Daddy Image,追根究底,这六大风险与贸易战的起因,都与中共的当国资本主义,政治操控经济有关。 文章指出,中共不允许人民拥有自由市场,采取计划经济,结果一败涂毙。 后来为维持政权,中共不分开放市场,对外号称市场经济,但背后却仍对市场上下洗手,经常进行不公平,不道德的干预,目的是利用庞大的中国劳动力与市场为手段,达成中共想要的政策目标,从中攫取经济利益与繁荣表象,维持中共权贵阶层的垄断统治。 如今,川普要求中共放弃过去种种不道德手段,回归公平的经贸交易。 如果中共坚不放弃,可能将付出更高昂的代价,甚至最终触发政权危机。 贸易战不停,北京内政或权力动荡。 事实上,美国财经媒体CNBC报道,伦敦顾问公司TS Lombard在研究报告也指出, 中美两国的贸易战并非北京最大顾虑,北京方面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内政问题。 7月3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时提及,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新问题、新挑战,因此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等六稳工作。 这是习近平外访归来紧急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 外界注意到,此次会议有个不同以往的安排,就是把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与纪律处分条例困绑在一起。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称,中共政治局会议中强调六稳,并混绑纪律处分条例,北京似乎已经预感到某种不确定因素,某种潜在的危险,某种难以预知的后果。 分析指出,在中共政权风雨飘摇,内外受困的危机下,当局默认先稳住自家阵脚,以免引发社会动荡。 北京体制内专家辛子玲也对看中国表示,虽然习近平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矛盾,但主要矛盾在国内,主要危险也在国内。 也有港媒引述专家分析指出,虽然习近平及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反对势力暂时无法造反,但若贸易战继续重创中国经济,反对力量就有机会凝聚一团,是的局势失控。